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生命的价值 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但是什么事 生命的价值呢 施洗约翰面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个 我会不会走错路了 以至于我的一生的努力 都变成没有价值的那种 生命当中的质疑 其实我相信最大的质疑 常常还不是别人怎么看我 而是我对自己的质疑 施洗约翰落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耶稣给他的价值是肯定的 而且是极为肯定的 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 这是多大的一个肯定 但是 耶稣也非常清楚地指出 他现在的光景 他现在的问题 我读给你听 说完了前面的话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 这么大的肯定之后 后面有两个字叫做然而 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 说读经 你要注意这个转折词 然而 那个然而就是显然 后面所讲的 跟前面所讲的东西 不是一致的 本来是这样 然而 耶稣说 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但是之前他说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的意思是不要 不要不要 然而是一个转折 耶稣说 是的 他的人生非常有价值 极大的价值 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他 然而 后面这句话说 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哇 这句话又是一个 很重的一句话 在天国里面 最小的比他还大 为什么 我们能够进天国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信 因信称义 而施洗约翰 此时此刻 失去的是什么 信心 他失去了 对神的信心 他开始质疑神 他还不是质疑神的能力 他是质疑说 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当一个人失去信心 在天国里面 是最小的 这一句话 告诉我们一个是 在天国里面的 那个次序是什么 什么是天国的次序 天国的次序里面 天国里面 伟大的伟小的 那个次序 不在乎人 做了些什么事 你手中 做了些什么事 如果一手中 做些什么 前半段 神肯定 肯定 施洗约翰 你所做的 因为你是为神 预备道路 你所做的 很棒 但是在天国里面的 那个大和小 那个关键 不是在你做了什么 了不起的事 而是你对神的信心 是什么 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失去信心的时刻 以至于在天国里面 他成为小的 而且是最小的 求神帮助我们 这一段经文 耶稣不只是指出 都是学和现在的问题 这一段经文 告诉我们 神的价值观 神对什么事情的看法 他觉得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神更在乎的 其实不是我们 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情 而是你到底相不相信 成就的是耶和华 照做我要建立的 也是他 他是那位全能的神 我相信他 而不是相信我的努力 相信我的手 求主是恩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 重新被坚固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